怀师说话算话,说很痛快,果然就很痛快。直接来讲,是又痛又快。等他抡起自己的大宝剑V4.0,狼牙棒板从城头扫到城尾之后,在一片惨烈的淋漓鲜血之中,所有胆敢闯入城中的巨兽已经尽数完事了。 作为MVP,怀师一条狗大概贡献了有40%左右的输出,也就是说差不多有30多只巨兽是被他拿着狼牙棒或者金属吐息给弄死的。 战斗结束。他们赢了。在失去了自己所保护的国家和国民之后,孤独的国王陛下得到了胜利,哪怕这一份胜利在怀师看来毫无意义。 完全是,本末倒置。当巨兽们再度汇聚在王宫之前的时候,便看到了敞开的大殿之中,宝座之上的国王陛下。 他好像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尊荣。重返青春,一重重积便覆盖在了他的躯壳之上,竟然变得不可思议地协调了起来,好像负负得正那样。 哪怕是脸盲如怀师,都觉得在蜥蜴人之中,国王的样子是属于那种俊秀而端庄的类型。 如今,最后的国王手握权杖,端坐在自己的王座上。 英明神武,似是意气风发那样,可却无法遮掩眼瞳之中的深重目气与疲惫。 向着等待命令的巨兽们,积便的肢体缓缓地抬起了手中的权杖,指向坍塌的城墙,还有笔触防守空虚的诸葛国度。 反攻吧,为这凋亡的国家奉上最后的祭奠。 他轻声说,大灵们啊,投入你们的战争里去吧,你们所欲求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得到。 伴随着他的话语,最后的血光从他的权杖之上升腾而起,笼罩了巨兽们的躯壳之上,催化着他们的蜕变,令无数凶利的气息冲天而起。 探索者们无言地离去了,只留下了被积便所吞噬的国王留在王座上,还有怀师柱留在大殿里。 助力在无数痛苦抽搐的血肉之花中间,歪头端详着国王。 乔纳森在远处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,凝望着这一幕,兴奋地不断地记录着各种数据,见证终结的到来。 为何要留下来呢,大灵啊。 在一层层积便中,国王尖南地支起了纤细的脖颈,扭曲的面孔端详着怀师,为何要执着的。 来看我这一副不堪入目的丑态呢? 虽然之前一直怀疑你包藏什么祸心,但你毕竟没有害过我,反而是我从你们这里得到了不少好处。 怀师抬起尖爪,将缠绕在手腕上的血肉之花扯碎,弹开,抬起眼眸看着他,但做人也好,做狗也好,总要有始有终,对吧? 国王没有说话,在渐渐响起的哀鸣声中,一张张痛苦的面孔从血肉之花中浮现了。 那是沉浸在深渊积便之中的国民们,身染疫病和侵蚀的蜥蜴人。 不论是苦行僧侣也好,大祭司也罢,几乎所有的蜥蜴人都已经被融入了此刻国王的躯壳之中。 积便的肢体无从遮掩那无数魂灵的哀鸣,他们自永恒的黑暗和窒息中睁开眼瞳,流下血泪,仰望灰暗的天穷。 但依旧在狂热地祈祷着,祈祷这无穷尽的磨难能够结束,终结这永恒的痛苦。 在国王的身后,神骸之铜无声破碎,最后的一丝血液融入了他的肢体之中,令他的积便彻底跨过了禁忌的边缘,狂暴地抽取着无穷尽的深渊沉淀,向着深渊的更深处坠落。 这就是你的计划。 怀师轻声叹息,将自己和神骸彻底融合,变成怪物,将所有国民的意识封锁在自己的身体里。 这样的话,便能够熬过末日的到来吗?这便是,国王的,职责,不是吗?沙哑隐约的声音从渐渐易化的国王躯壳中响起,如此衰微,这便是,我等,不得不付出的,代价。 为了生存,为了继续活下去,为了保护王国,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职责,不得不付出的代价。 倘若只是忍受苦痛的折磨,这一份代价简直堪称轻薄和廉价。 太划算了。 此刻,随着斯雅的悲鸣,他终于真正地和自己的王国融为了一体。 这样只会拉着整个王国一起堕入深渊吧? 怀师怜悯地府看着他丑陋的样子,缓缓摇头,这不是有决心就能够解决的问题,他们的重量太沉重了,你拉不住。 十几万被深渊感染的疫病患者,所具备的恐怖侵蚀力,在一瞬间就会将国王同化为深渊之中的怪物。 纵然依仗神骸,他也无从背负这一份恐怖的重量。 只会随着自己的王国一同坠入到地狱里去而已。 至少,还活着,不是吗? 自肉流和杂乱的肢体中,国王仰起头,带着血泪,向着他艰难微笑,至少。 我等还能,存在,神明,神明的大能啊,你是如此的慈悲,未曾,将完全的灭绝赐予。 倘若这是我们的命运,我们的,原罪,那我,也会,甘之如頤。 在无数子民的嘶吼和哀鸣里,国王的面孔渐渐融化,摊开双臂,被无数血肉之花缠绕,彻底地失去了自己的轮廓。 只留下无数张面孔上无数遍布历齿的猙獰口气,向着天空发出饥渴的鸣叫。 大地震荡,王宫轰然破碎,自巨响之中,数十条巨大的触手从泥土中拔身而出,拉扯着国王臃肿雷坠的躯壳,撑起了畸形的身体。 那是宛如蜘蛛一样遮天蔽日的恐怖阴影。 他沐浴在痛苦的火焰中,赤红的色彩覆盖了一张张扭曲的面孔,就好像从深渊的子宫中分娩而出,诞生在这痛苦的世界之上。 国王的愿望实现了。 他的伟业成功了。 同时也可以称之为失败。 他终于在深渊的侵蚀之下迷失了本性,沉浸在无穷尽的食欲和疯狂之中。 这种畸变的进化,根本谈不上生存,充其量不过是在末日之中苟延残喘而已。 甚至用不了多久,他恐怕就会自我崩溃,支离破碎,变成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,或者干脆彻底腐烂掉。 直到真正的凶恶之意识从那十几万灵魂的痛苦中蜕变而出,化作全新的存在。 好像寄生在缠身中的寄生虫那样,破窍而出。 当那无数双饥渴的丝鸣声冲天而起的时候,傅一终于忍不住发出声音。 我们该走了吧。 可以走,但没必要。 怀尸摇头,忽然说,你想不想知道我日常的工作究竟在做什么? 嗯? 负一不解。 虽然我很想说是在保卫陷阱和平或者和邪恶势力做斗争,其实前一段日子我思考了很久之后才发现,归根结底,我只不过是在随着自己的性子为所欲为而已。 怀尸叹了口气,就算是偶尔做了一点好事,也不过是正好碰上了,并不值得多么大叔特殊或者被人所感谢。 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弄得乱七八糟,还要靠别人来给我收拾残局,狼狈得要命,一点都不好看。 他停顿了一下,歪着头想了想,然后认真的说,但我不得不说,为所欲为真是太爽了。 简直就好像玩成与接龙一样爽。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,他的意思可以等同于自寻死路。 哪怕是怀尸自己有的时候都会觉得不可思议,经历了这么多之后,他竟然没有丝毫的改变。 一如既往的头铁。 乌鸦说的其实没错,拥有力量之后,绝大多数人就会随着自己的心意胡逼乱搞。 怀尸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。 硬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,只不过是他所想要的东西比别人追求的更奢侈一些而已。 所以你究竟想要说什么,负一叹息,你不做人了。 现在都变成狗了,还怎么做人。 怀尸摇头,只是提前通知你一声,有很大概率没办法继续带你上分了,你还记得怎么跟我保证过的,对吧? 他后退了一步,踹了一脚沉醉在研究和记录中的精实蒂西,是以他干活儿的时候到了。 你该走了,怀尸说,搞不好的话,我很快也会退场。 负一择了一声,不情不愿地从铃铛里钻出来,撇着嘴。 最后瞪了怀尸一眼,转身走进了乔纳森打开的光门里。 短暂的寂静中,怀尸皱眉,负一,不要闹。 无人回应,他真的走了。 怀尸问,乔纳森点头如捣蒜。 在通过天文会的记录确定负一已经退场之后,怀尸才松了口气,甩甩尾巴示意这或躲得远一些。 最终,看向了面前撕明着准备离去的怪物。 喂! 相比起来,高度只能到达那个怪物第一劫腿关节的怀尸抬头,发出声音,要不要打一架。 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感,怀尸张嘴,往国王的鞋子上脆了一口。 如果他还有鞋子的话。 总之,效果拔裙,随着灼热铁浆的翻滚,那一只宛如蜘蛛的血肉怪物愤怒嘶吼,猛然抬起截肢丛生的一条巨腿,向着怀尸践踏而下。 在轰鸣声中,气浪迸发,席卷向四面八方。 在飞扬的尘埃中,渐渐显露出轮廓的龙狼咧嘴。 我就当你同意咯。 啊! 卡文,抱歉今日一更。